Yo! 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阿刺 自从上一集的僵尸末日100天 大家给予的反应都非常热烈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很多人也想看完再挑战100天的系列 所以今天呢 Yup! 我们要来挑战一个更恐怖 更诡异的 寄生兽生存100天 没错 我们要再充满寄生兽的世界 生存100天 看看这个怪物 呃 真的是很恶心 感觉会成为我的噩梦什么的 还有这个半头的 呃 还有这个巨大的 蜘蛛 各种畸形的怪物等等 真的是很多啊 整个世界都被寄生虫感染 然后我们要在这里 生存100天 呜 真的很紧张 不知道最后怎样 然后我要玩的模式是极限Hardcore 就是我只有一条命 所以只要为时 这个挑战就结束 没有人重来 所以我到底能不能活过100天 Let's find out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不妨在下方点个赞 还有听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呢你就别错过任何的影片 Alright 那我们开始 Let's go 第一天 我深深在一个山坡上 然后前方就是一片雪地 还有一座塔 然后这个世界 有些树都没有树叶 然后我就前往那座塔看 发现到了一个神怪砖 看来不是好事 我就赶快离开 然后我就开始赶树 做一些基本的工具 然后杀一些动物 拿一些食物 走着走着 我发现到了一个村庄 然后当我走进这个村庄 我发现到了一个不明飞物 天空上面那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感觉很恐怖 会爆炸什么的 所以呢我就赶快离开那里 去玩一些石头 做一些石头的工具 然后玩一些沙粒 得到一些碎石 然后天色也快暗了 我就赶紧去那村庄 做一张床 因为寄生虫会在网上生成 那个就是寄生虫 Holy shit 我觉得我先睡觉先 所以我就赶快睡觉 直到第二天 然后第二天 村庄到处都是寄生虫 哇两只 所以我就赶快离开这里 然后我差一点 就被那个寄生虫给打死 Oh my 哇 我差一点就被它打死了 哇真的是很恐怖 而且它的速度真的是很快 然后呢我发现到了一个洞窟 我就开始挖矿 开始我们的挖矿之旅 我就放我的东西 开始我们的挖矿生活 所以我会挖矿又是几天 然后呢我也发现到了一个水晶洞 Yes 我发现到了一个水晶洞 那水晶洞充满着很多矿物 全部的矿物都在这里 就这样我们挖矿 挖到第五天 第五天挖得差不多 我就出去 然后这一天呢我就想要来建家 建我们自己的家 然后呢先去砍一些树 砍完树 我就找一个地点 我想在海上建 所以呢我就来到这个沼泽 我就想在沼泽的海上建 所以呢我就决定在那里建 下一天我就建一个平台 就在这个平台上建我们的屋子 然后中途 我真的是很怕那个飞雾 因为那个东西一直飞来飞去 随时会冲向我爆炸的感觉 然后呢我需要一些玻璃 所以呢我就去寻找一些沙子 后来我发现到了一个冰屋 但是有一次 嗯 yeah oh my ok 我不知道要不进去 这里有个感染者 啊 哦 哇 oh my god 然后冰屋下面有个地下室 有些宝箱 有颗金苹果 然后我也发现到了一些沙 就挖一些沙 然后呢我还发现到了一个小螃蟹 挖了那些东西 我们就回去弄我们的屋子 然后恐怖的事情 来临了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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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哇那个东西真是很吓人 所以你们知道 那个东西是什么了 就这样 来到了第十天 第十天 我就把我的家给弄好 完成就是这样子 一个小屋 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 后来我看起来还是有点小 所以呢我再挖一些木 再弄到我们的平台 弄宽一点 以为我又想弄大简 大概这样的范围 然后呢就把我之前做的屋子给拆掉 弄大简一点的 就这样 来到了第二十天 第二十天 我就开始进我的家 就这样 这几天 我都一直在进我的家 然后我附近 也出现一些感染者 哦 看到一只感染者 第二十五天 我终于把我的家给盖好 然后呢我想在这里 弄一个碎莲桥 就是在水面 放碎莲 然后弄成一个道路 然后弄到一半 那恐怖的东西 又来了 然后就尽快把它弄好 旁边就放木挡住 也放一些栅栏挡住 OK完成 我的碎莲桥 然后也不忘周围拆一些火把 避免生怪 然后呢 你们一定很多疑问 为什么你要建这个碎莲桥 有什么意义 还有什么好处 OK这个碎莲桥呢 是我想到的 它真的是有好处 首先 碎莲在水面 你可以行走 它有容易打掉 所以当有怪物追着我 我就走进这个碎莲桥 然后当它追着我的时候 我就赶快打掉这些碎莲 然后它有可能会掉进去 真的是很好 我以前想到的 目前 我们的家 就像这样子 就这样 我们来到了第30天 OK第30天 外面下起了大雨 然后我们的视野范围也变小 因为下雨呢 会起雾 所以比较看不清那些怪物 然后我也蛮紧张的 所以呢 我就抓了一套铁桩 还有一个盾牌 到了往上 还是在下雨 所以呢 就只好等待雨停 然后突然 外面 出现一个巨大的蜘蛛 哇 等一下 那个是什么 有 我的屋子外面出现一个大蜘蛛 然后这一晚我也不能睡觉 因为周围真是太多怪物了 然后当我向前看那个蜘蛛 那个蜘蛛还碰蜘蛛网 真的是很恐怖 所以呢 我就只好待到早上 下一天 还在下雨 然后那个蜘蛛还在 所以呢 我就勇敢一点 做一把弓箭 射死那只蜘蛛 然后我的家周围 也出现这种奇怪的怪物 等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该死的怪物 该死的怪物 真的是很恶心 哎呦 哇 这样都被打到 然后我发觉我们的食物短缺 我们想要出去拿一些食物 可是外面 很多的寄生虫怪物 所以呢 我就趁他们不注意 开一个出口离开 然后当我杀一些动物 有些动物都被感染 Holy shit 这个猪感染了 所以呢 我就到村庄 拿一些小麦等等 然后我们也要当一个文明人 拿了别人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种回去 做一个好人 拿完后 我就回家 OK 下一天 我就想进我的家第二层 可是我们不够目 需要出去看一些树 可是外面 很多的怪物 然后呢 我就有一个奇怪的想法 就是我想把他们抓起来 就想弄一个寄生兽的实验室 所以我要怎样 把他们抓起来 那首先呢 我先在楼上 建一个空间 就是引他们来这里 然后把他们关起来 然后呢 就引他们过来 哦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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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Shit 可是呢 他们都上不来 因为我的party 所以呢 就改成楼梯 然后第一次尝试 把它关起来 真的是很不容易 真的是差一点 然后第二次 我成功了 OK我做到了 YES 我终于把它关起来了 Oh my 哇 刚刚那个 哇差一点 YES 成功的把它关起来 可是呢 我又不知道要对它做什么 所以呢 我就暂时把它关起来 然后出去 砍我们的树 也是用便 挖一些矿 然后当我回来 看那个寄生兽怪物 它不见了 可能是久了 它会消失什么的 就这样 我们来到了第40天 OK第40天 我就开始建我的家 第二层 第二层呢 我是想放我们的附魔台 放一些箱子等等 All right 内部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木 好像不是很好看 所以呢 我就把它改成木头 OK完成 我们的第二层 我觉得建的还蛮不错的 比起我们讲时末日间的物质很多 然后呢 我就做一把钻石挤 还有一个钻石的大盾牌 因为我想出去冒险一下 哇哦 就这样子 真的很帅 还有我们也想做一个附魔台 所以呢 我就去村庄 拿一些书本 然后玩一些黑药石 回家 我们就弄一个附魔台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经验还不够 所以呢 就下次再附魔 夏天 我就想种田 弄一些农场 所以呢 我们就在家外面 弄一个小农场 然后也记得用木和栅栏围起来 避免一些怪物进入 这里呢 我就种小麦 然后旁边这里 我就种马铃薯 和甜菜 然后也不要忘记 拆一些火把 然后在屋子里面 就弄一个小牧场 就是养一些动物 因为我怕街在外面 会被感染 然后我就去寻找一些动物 然后我发现那里的村庄的村民 都被感染 哇 有一点可惜 然后就赶快 迎一些动物 回来我们的家 然后也把我们的桥 给围起来 晚上的时候 我发现那里 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好像一个会隐形的怪物 屋 哇 那个是什么 大家看到吗 街坊 在闪下闪下的 不然是什么 有一个隐形的东西在打我 大家看到吗 那个是什么东西 哇 真是恐怖 下天 我就出去探险 我发现到了一个地牢 然后我就进去探索 然后也吃下金苹果 因为我怕有什么东西 突然间冒出来 在里面 我发现到了一个蛋糕 我就好奇 为什么会有蛋糕 难道他们是要迎接我 然后真的 就出现了怪物 然后我也发现到了一个附魔的铁键 还在这里 发现到了一个唱片机 感觉我进去 会有危险 所以呢 我就离开这个地牢 当我回到家 我的家周围都是怪物 所以呢 我就只要找一个地方躲 等到早上 oh my god 那个是什么东西 oh my god 现在我不敢回家了 就这样 到了第50天 最后的50天 感觉 会有更多的怪物 等着我 会有中心的boss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 所以接下来的50天 怎么办